謝謝主席、賴清德市長 跟我們所有市府團隊 所有電視機頭前、所有市民頭家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由我告訴臨志松議員 讓我們的市政連下總這孫 首先我們要來探討的就是 在我們9年、2千塊、一數年的時候 我們6千六市長 我們的市府有提出新十大旗艦計畫建設 要搭著五大的文化橫窟 讓深厚的臺南文化抵御 成為認識臺灣歷史之床 我相信這是我們6千七市長 未來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主要的政見和建設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包括有五個文化主題園區 現在包括我們的大白鋼主題、主題橫窟 跟我們的九百年主題橫窟 都已經順利一個是十月份 一個是在9年的十一月份 都一定來開門 修憲我們就要請到林志聰議員 集團到這個大白鋼文化橫窟的部分 來做一個探討 好感謝主席啦 在這裡文化局長 我修憲先跟你講義啦 我們生活大白鋼文化園區啦 可以一直說兩天前 可以國家建築作業獎 是 那實在也不簡單啦 我也知道你們也很用心啦 為了我們生活大白鋼文化園區啦 其實我也自己在那裡觀察啦 應該是我們平常時 我們平常買白鋼文化園區啦 有這麼多啦 這是屬性啦 這是屬性啦 那其實 我們應該是本身所了解的 大白鋼文化園區啦 應該不只是在電車而已啦 應該像我們鎖家的國庫啦 中家的國庫 中中啦 一些附近 這裡的景點有沒有 我感覺我們文化園 也都做了不久啦 做了不久啦 有時候我也差不多是和你探討啦 探討這些問題啦 對著文化的保障啦 我本身也很支持也很贊同啦 這麼危險啦 在差不多 三個拜証啦 三個拜証 四個拜証 我先把我所處 所處的國庫 旁邊 一個圍牆 公開啦 公開 但是喔 就站在公布門啦 這個圍牆 這個圍牆 沒有包括是這個 未來 要納入古籍的環圍裡面 但是我們圍牆啦 要消毒 登革熱啦 把圍牆 卡住啦 像這樣 我們文化局 對著文化 照你說文化的東西 是你們要來處理 你們要主動 結果有時候 工作要進行 不像你們這麼專業 這麼專家 我是希望 未來大白天的文化園區 是一個 充滿 我們有 歷史文化的文化園區 教法都來做文化園區啦 我相信 不是說一個建局物 做一個 新七彩彩彩 建設 就讓我們來做文化園區 應該 過去 如果這樣 這個文化園區 就沒有那個階段 未來 接觸到我們生活 文化園區 大白天文化園區 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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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規劃 包括那些古蹟 要搶手 要維護要趕快 是 感謝林議員 這個過程 屬實上 你也我們知道 這麼多 提供很多 報告的意見 目前 我們大白天文化園區 尤其是 剛才修好 這十棟的日式建築群 其實 慢慢 UK來參觀的人 越來越多 剛才你有提起 指標系統 這個部分 我們會去做 一個調查 看對一部分 要不足 我們會加強 後續 會有二級的 大木匠文化園區 相關的 要做的工作 第一就是 我們的工會堂 工會堂的這個 發包 已經發包出去了 我們來就是 要進行 修復工程的工作 我想因為 它是歷史建築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很快的時間來 三個年 要來開始修復了 所以這對一個 歷史建築來說 其實是 白日很頭情 比較有這個機會 另外第二部分 就是說 我們 剛才說的 修改這個工廠 因為他們所有官員 一直 沒辦法 來同意說 裂作古蹟 不過這個過程 我也去過三遍 去倡庭做溝通 這就是說 如果他們沒有列為文化資產 因為我們在台南市政府 有一個歷史街區 自治條例 裡面可以針對 老屋 的修復來補助 用老屋修復的方式 來補助 這個部分 也有相關的資料 提供給他們 這個 所加 來 提供給他們 做參加 希望他們可以 來申請 所以後來 後來 其實大部分 跟文化醫區 除了 拿鐵的精力之外 我們從7月到12月 每一個月 要做什麼 活動 提供 其實都有做幾月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市長 你說的 所處是 國處是 關於說 收款人 這三款的問題 所以他們這些 家宿 這些地主 他們不願意 把這個土地 風險出來 來做 我們的古蹟 就對了 所處應該是 土地的困難 是這樣 其實作為古蹟 還是理事件 對 三款也是要他們收到的 三款都他們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說 因為原來 做一個文化估計 未來 對地方的管理 有影響到 他不會影響到 他們的管理 政府的補助 他們在 付出一項 的製籌款 政府的 配合九項 所以這是 對他們 這個古蹟 要來補準 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但是 但是 付出一項 一項他們的負擔 這樣也不會接受 最好是全樓 全樓補助 這樣 讓我們文化局 來負擔 這麼高 法律上規定 是這樣 文化局 是我們高雄 他們一定要支配 是 我們常常用 負出九項 他們輸人 因為這是他們輸人 所以他們只得 付出一項 如果這樣 可能他們 都沒辦法改觀 應該是沒辦法改觀 你要叫他們 負擔一項 應該沒辦法來 改觀這個問題 那應該 並方所謂是 中家咧 中家 那是我們公家的 我們最近做調查研究 做調查研究 公會堂是 201 做三年 做三年也好 公會堂是 107年就會完成修復 107 中家要比較慢一點 因為中家剛登陸而已 所以他現在在做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完之後 會做修復設計 來比較有辦法 發佈時間 但是中家應該是 中家應該是裡面 局長 沒有要調查 但是這樣是 我們說 像這幾天要落後天 應該 他也稍微有破 緊急支撐的部分 我們會去做 要緊去處理 議員去放心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去看 麻煩你所加 我們麻煩局長 你比較用心的 把這個東西處理好 我知道 裡面的商環 很多人 所加的商環很多人 看能不能一一來 我們會努力 拜託議員他地方 我們稍微 會啦 如果稍微稍微稍微 我稍微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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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給我們 我們五個 文化主題園區 是哪五個 原步 包括已經完成的 焦巴黏文化園區 另外就是 目前都在進行當中的 菜寮化石文化園區 包括已經完成的 這個刺坎文化園區還有水澆社文化園區 是 總共五個文化園區 那目前的進度呢 我想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我們的報告 其實有針對這些文化園區 都有一些它應該要完工啟用的時間點 那目前的進度呢 因緣報告了 目前我們佐證材料化石文化園區 目前已經在進入細部設計 那我們希望說在年底的時候 工程能夠順利發包來動工 佐證材料文化園區 它原先你預計的進度應該是 2016年8月應該要開工施作 這是你在網路上的資料 但目前看起來 然後紅色這一條是我們 跟你們文化局要的資料 目前看起來這個佐證材料化石文化園區 應該是2016年底才可以開工是不是 今年底才能開工 那2018年6月可以完成嗎 是 大概我們預計是在107年的6月中旬 6月完成 所以這個應該完工沒有問題 是 局長有把握 那來我們再來看水交社文化園區 預計這個現在今年應該是要完成展示設計 然後明年應該是要2017年應該是要修復完成 然後18年完工啟用 跟議員報告 我們展示設計的部分已經有兩個已經發包出去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那另外就是說工程的部分 水交社工程的部分目前也發包出去了 但是還沒有決標 因為議會的澱付案 還沒有要等我們這個會期 因為通過之後 我們就可以積極的來開始動工 所以這個會期如果通過之後 就可以動工了 還可以開始動工 對 公期還要大概800個日曆天 是 那2018年可以完工啟用嗎 是 我們現在就是 沒有問題 這個直接點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因為也有預算執行的壓力 我們希望能夠在107年11月左右來完成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如期完成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刺坎文化園區 應該是今年的7月要開始開公司做 那目前呢 智坎文化園區的確在進度上 因為有關在成功國小操場的 這個所謂的舊縣署的移植 造成整個計畫重新去做討論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也把計畫 呈給市長核定 那麼重新改變之後 我們目前已經在做 淨圖的背標文件了 所以應該是在6月份 就可以將淨圖的計畫上網公告 所以6月 下個月上網公告 那什麼時候可以完工啟用 呃 完工的時間會拉到 呃 可能會到108年 108年 因為遺址這個部分 的確有delay了將近快8個月 所以智坎文化園區這個確定delay 所以應該沒有辦法 可能沒有辦法在我們市長的任內 如期的完成 目前在在工程進度上的確沒有辦法在107年底 所以確定市改文化園區是delay了啦 所以沒有辦法可能很可惜 沒有辦法在我們市長的任內來順利完成 那其實我想這個五個文化主題園區 其實我們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們期待說未來 我們所有的臺灣 我們所有的臺灣人 甚至全世界人要認識臺灣的立書 我們期待他們就從這五個文化來開始 這是我們的期待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市長非常重要的政策跟政見 那我還是請我們文化局這邊還是要加緊腳步 當然水交社跟佐證材料 目前看起來局長有把握可以完成 那智坎文化園區比較可惜的 因為有些遺址的問題可能變成要delay一點 但是還是期待可以加快腳步 現在已經有兩個文化園區完成 剛才我們的林志聰議員也講 其實東北港也吸引了非常多的遊客 對地方其實有很多的到三天 也有真正讓大家去了解文化歷史的部分 所以其實是非常的成功 那我們期待說未來這幾個文化園區陸續完成之後 能夠讓帶動整個我們臺南文化古都 能夠更加的切他的實際 所以藉保文請局長還要再加強加把勁 趕快不要讓他的進度再落後 那市長文化園區如果108就是108 不要再delay了 謝謝局長 那我要再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這個我想在大概101年那個時候 局長一直也在這個剛才有提到 這個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 局長什麼時候通過的 我們在101年的7月就送到議會 議會來核定通過 那其實當時我也記得局長 其實對於要推動這個自治條例也非常用心 也期待說能夠盡快的法治化 讓我們臺南要保存一些老街老屋 能夠更有依據能夠更加順利 是的 那我請問一下局長 當時其實這個條例也是我們全台灣唯一針對這個 老街保存所設置的法令 其實是要顯示說我們臺南對這個古都風貌保存的一個用心的一個代表 那我想請問局長通過到現在幾年了 101年7月一直到目前大概已經四年 四年的時間 那我們有多少的 我們這些老街有通過這個歷史街區 有透過這個歷史街區條例來劃定為這個歷史街區 是的 跟議員報告 要劃為歷史街區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問題 當然 那我們有了這個自治條例之後 那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那這是由秘書長來召集專家學者 還有跨局處的單位 共同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去做討論 所以我們的街區其實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已經形成不只是單單是一條線的部分 其實它跨做是一個區域性的部分 所以它的複雜度很高 所以我們在去年已經公佈了鹽水的歷史街區的部分 那其實它涵蓋的包括王爺廟像 藝營像 連成像 其實包括了所謂的 它是一個區域 對 那個區域是非常非常大 而不是一開始大家在想的一條街而已 所以目前我們積極在討論的是有關府城 舊府城所謂的歷史核心區這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涵蓋的範圍更大 它的複雜度更高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今年能夠討論有一個定案 局長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說 101年通過到現在其實4年的時間 那從你覺得非常台南非常需要這個條例到現在 讓議會讓它通過到現在 結果剛好有一個鹽水樓下 這個區域完成這個程序 這個速度 局長 是不是有點歸宿 非常的牛步化 跟議員報告 在這4年當中 其實我們開了15次的委員會 那工作小組的會議更多更多了 那麼我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把整個台南的歷史街區 做了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普查 作為我們在做所謂的歷史街區 審定的一個基本的基礎資料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部分是我們也針對12條的老街區 進行了一個改善 12條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並沒有說因為審定公告這個歷史街區 而有所謂的一些相關工作的一些遲延 其實這個部分都是在建立一套的原則 後續在推動上其實就會更快更順利 更快 但是其實你在建立一個原則的過程 就花了4年的時間 然後才完成一個鹽水老街區域的這個程序 其實我想速度還是非常的慢 我們希望當時也希望這個法治化之後 其實是加快推動這些老屋 或者是老街它的振興或再造 但是我想到了4年 我們建立一個原則 然後只有一個鹽水老街完成程序 這個速度真的是超慢 我覺得這個局長這邊要再加快腳步加把勁 不是只有紙上談兵 開會開會開會 但是最後沒有一個具體的結果跟方向 然後結果搞了這麼多年 只有一個鹽水老街完成程序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局長這邊 我們既然有這個條例 我們居然在台南這個文化古都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歷史街區的真心 就應該要加快腳步 要多一點 多用一點時間 多用一點心 我想局長這個部分要再加油 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那我再請問一下局長 米 米雞在哪裡 米雞 米雞在哪裡 我們現在都是以新美街這一條 叫新美街 叫新美街這一條 局長我從這個傅曹清老師您知道嗎 他的台南是古蹟與歷史建築總覽 這本書裡面就提到 米雞是我們台灣富士的雞的 因為當時有許多跟他相關行業來得名 米雞的環圍就是在現在中世區的新美街 由新公路到民造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叫米街 然後從民族路到民權路 這個部分過去叫做抽錢巷 後來也叫三億街 現在也是這個新美街的部分 現在的新美街我們聽過期的那些事大在說 新美街以前 現在的新美街過去分在三個部分 一部分是米街 一部分是算命街 一部分是香料街 那現在的俗宣就是 現在米街不賣米 算命街不算命 香料街也沒香準 可是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俗宣當中可以看出 新美街過去的這個歷史風貌 我想請問局長 米街有沒有符合我們歷史街區的這個方向 目前在委員會討論 是把這一條列為最優先的歷史街區的範圍之內 最優先 讓你知道是哪一段是優先嗎 應該是從民族路到民權路 民族路到民權路這邊把它 把它列為我們歷史街區主要的範圍 它是在目前大家繼續保存的一個範圍裡面 然後這個部分以前叫什麼 這個地方以前叫做 算命街叫做籌錢巷 結果我們以新美街來命名 我們用米街的諧音來命名新美街 結果米街竟然沒在我們這個歷史街區的範圍 局長你自己覺得這樣很離譜 我剛才有報告過 它的範圍像我們這個檢討的 這個府城區的歷史街區的範圍 其實是很快的 我們是用清雕時圍牆的範圍去做檢討 所以其實它涵蓋的範圍是很快的 就是剛才我一直在議員報告說 它不是只有一條兩條這個問題 它的涵蓋範圍很廣 但是目前你們的規劃當中 成功路到民族路這段的新美街的美街 不在你們目前幾歲的範圍裡面 這是我們檢討的範圍裡面 可是在你們決定 就是即將要劃設的範圍裡面 還是在討論中討論中討論中 沒有實質的把這一段納入我們這個歷史街區 我相信有些人的政府沒有納入是因為那條 它有透寬 沒有 這個局長 因為這個街的段落 我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也是跟你們局裡面做過確認 局裡面給我的消息 也確定是說納入 納入這個歷史街區主要現在是在民權路這段的部分 民權路跟民族路這段部分 成功路到民族路這個部分沒有 而且這些地方的住戶也去跟市府開過會 也是告訴他們說這一段還沒有納入 所以我今天才會再跟局長討論這個議題 那我想也想請問局長 BK我們市政府最近有沒有在BK辦什麼活動 沒有印象 目前是地方上自己有一個自製的團體在辦一些活動 我來放一段影片給局長看一下 這個就是現在米街他們有辦市集的時候的狀況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原來就有的百年老店 加上新到來的夥伴 其實他們都是希望為這個老街注入新的生命力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來了解這個百年老街 它的歷史跟風貌 也希望能夠讓大家去感受米街這個地方 濃濃的人情味 米街遊市集 它有一個非常可愛的標題叫做吃米不知道米街 我覺得這個標題下得非常好 我們很多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是米街 我們吃米不知道米街 所以他們包括這個活動 包括剛才的影片 都是我們地方的這些商家自發性的來做 局長這是去年底 他們在這個米街辦的米街遊市集 局長有沒有去 去走走看 我有去 那今年過年的時候 他們繼續米街走村有市集 局長有沒有去走一走看一看 過年的時候我沒去 過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我第一次我就去了 過年的時候沒有去 第一次他辦的時候我就去 第一次辦的時候有去 局長去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那種自發性的力量很強 包括一些年輕人 包括一些文創 其實都進入了 那有一點像正新街 的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對 所以就是他們地方的這些商家 就是這些包括有些百年老店 一樣在那邊 賣王全英紙裝 還有一些金箱子店 那個是百年老店 一百年已經上百年 都在那個地方 再加上最近來的很多新的店家 他們期待 可以為這個老街 帶來新的生命力 讓整個老街可以火化熱鬧起來 局長 那我們市政府對他協助了什麼 跟議員報告 那像我們文創科 已經開始在做這一條的一個調查 那希望在我們的整個文創聚落裡面 可以把它成為一個新的文創聚落 所以後續我們也會積極的 跟他們做合作 我想是這些民眾已經自發性 建立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基礎 但是需要的是市政府 多一點的關愛 跟多一些的支持 跟多一點的幫助 我們可以看到 我最近收到他們的這個陳情書 我們是新美街民族路 到西門路的這個住戶 新美街從清朝開始 就是以米鋪經營為主 歷史上有相當的定位 從兩年前也一直聽說 市政府要重現米街的風華 讓當地的住戶都對市府 對老街再造 投入的心力非常佩服 因此陸續由這個成大社團 透過假日市集的方式來讓台南市民了解米街的歷史 可是讓米街住戶錯愕的事 一直到近期才知道原來在歷史街區規劃的藍圖上面 並沒有把米街列入 市府在沒有查證跟詢問 理名意見的情況之下 直接把米街 汰除在規劃的藍圖上 希望市府能夠重新評估納入 不要讓米街的發展沒有未來 這個是我們當地的這些店家 他們的心聲 所以局長麻煩你 我想你剛才還是不是很清楚 說到底怎麼畫怎麼畫 那既然你說那是一個整個區域一個範圍 那最好了 那更是好 所以希望局長回去的時候 把米街這個部分 回去好好的看看檢討一下 我們歷史街區 新美街歷史街區怎麼可以少了米街 他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新美街 因為實質上現在都還沒有畫定 都還是在討論的階段 討論的階段你們就去找民眾開會了 那帶給民眾的訊息就是這樣 那民眾就覺得 怎麼又漏了我們 因為去跟民眾開會就是也是希望聽一聽 當地居民的一些聲音 所以他們的聲音我們會帶回會裡面 帶給局長 那也今天也透過今天的質詢 把這樣子的聲音帶給局長 就是期待我們市政府 能夠多花一點心思 多用一點心力在米街這個地方 我想他們已經地方性的 這些民眾已經很商家 店家很自發性的在做這件事情 只要市政府多給他們一些資源 多給他們一些幫忙 我相信這一條米街很快可以重現風化 所以這個部分請局長這邊再加油 謝謝局長 是希望說剛才我陳宇智恩陳議員都說的 這五大文化園區 或是包括我們的意思的老街 可以我們趕快來處理 不然一百空一年 我們通過了一條老街而已 對不對 這速度有到萬多 這點我希望 你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把速度趕快 文化的我們保存是最好保存的 要不然說到還是會對未來 對到我們的文化 來新家 來做年齡的 是一種的諷刺 你知道嗎 好請坐 謝謝 你好市長 其實 古早人說的 三年 我兩年末 都有一些歷史定位 都有一些歷史定位 未來市長 可能 不管 你可能 兩天之後 未來有機會 要怎麼 是你人生 你自己的選擇 我相信你做得好 市民也好 還是八成都會支持 都會支持 我是希望站在你的 關頭 你的高度之下 來看 我們未來 我們台安市的發展 他本身所了解 其實 在我們台安市升級之後 升級之後 我們的人口 屬性是有成長 最近只有一萬一千 四百幾個人 這是大台安市三十七區 但是這個生長的時候 並不是三十七區 都做成長 正成長 絕對有的一些區 生長 一些區 沒有生長 如果說 單單我舉例來說 有五區 這行長 幅度比較多 人口比較多 就英空 暗南區 人的選法 暗平 英空的人口 生長 就差不多一萬四千 四百幾個 英空區的人口 生長 就定義說 我們台安市 這三十七區 這五六年來 我們升級之後 會有的成長數 就比較多 我們這五十八 總是六十五十八 差不多 生長一萬一千幾個人 但是 單單 單單 英空區 就一萬四千幾個人 暗南區 他也是生長 一萬一千九百幾個人 未來 如果這樣 暗南區 是五歲議員 就變六歲議員 因為 林口所 他會生長 當然 我們議員的 也就是 伊林口所 的分配 我不是要說這個 我的主要是說 這裡 都生長 其實生長的區 差不多十區左右 剩下二十幾區 都是 副成長 麻辣市 尤其是 我們平安的地區 我們平安的地區 副成長 最嚴重 副成長 最嚴重的 這五個區 就是 大來區 半門區 周定區 白河區 東山區 尤其是我們 大來區 尤其是我們 大來區 這五十八 人口副成長 差不多 0.08% 可以說 一萬 我做二萬的時候 差不多 一萬八千幾個人 一萬八千幾個人 不是說不對 一萬 八百幾個人 九將的時候 九千九百幾個人 這九千九百幾個人 就是 拍一萬的意思 未來 我們大來區 公所 我們未來 我們大來區 公所 這些 組織人員的 編制 可能 一萬一上是 規定多少人 一萬一上是規定多少人 這一個 縮邊 我們這個大來區 的領口 的流失 緊到嚴重 這對著我們三區 我們三區 的發展 非常的不公平 我也平心而論 我們台湊 這裡 國教 國教 中大 的建築 重大的建設 幾乎 都放在 人家座的 所在 都放在 人家座的 所在 我們鑽鑽 不放在 我們三區 沒有錯 在市場 這城市場 沒有錯 那個主委 你盡量都 賓軍分配 但是 我是 希望說 未來 包括我們 北北美尼 都會有算 我們要 劫富 祭品 劫富 祭品 這個意思 料餐廳 要二夾 夾好些人 來救這個散衡人 未來我也希望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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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整個時候 建設 整個時候 本身也希望 說 劫富 祭品 加到發展的區 不是說 不要建設 也是要建設 是不是 用到一個 的心力 用在 我們 農業的 區 農業的 區 屬於 市民的道路 如果我打一槍 幹部叫就 沒關係 要去維修 我在整個地方 打一槍 沒有人要打 立場 反應 三 反應 四 反應 說公所 沒有錢 要把幹部叫 處理 但是市區 不是 市區就是說 幹部叫 隨時 可以去處理 這 這 對台灣 農業的 農業的 農業的區 是 二頂三頂的市民 所以 本身是希望 必須長 要注意 你也很認真 在你做水利局長的時候 你也很認真 要改革這個 水圈 包括我們生活 你很用心 你做很多機 我知道 我也要把你均勵 也要把你認同 但是 我是希望 未來 這個 我們的 建設經費 我們的主委 的分配 我們的 捷富 浸平 捷富 浸平 我們 雖然 我們 大來 人口署 九千 幾個人 差不多 一百八十幾萬 差不多 兩百分之一 兩百分之一 是 這兩百分之一 我是希望 我們 有算 可以 跟 責任 沒有 這樣 市長 你要回應 是 感謝林議員 對新法 和 三上大來 幫忙 這裡開的關心 其實我們台南市政府 在推動 市政的進步 關聯 不是用 捷富濟品的關聯 可能林議員是簡單說 其實我們都是雙方加持 然後 然後呢 根據地方的特色 去設計去發展 像剛才我們議員所說的 大白鋼文化行程 我們也發了將近一億元 我知道啊 後續還有二期 我也很均勁 另外 最近 我們新法 有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 新法這個 鹽水已經大大改善 我剛才說的 路的部分 光 陸品 新化地區 這幾年 一百年到一百零五年 陸品專案 花了六億多元 陸品專案 六億多元 你說的那個 農路的改善 總經費也花了兩千九百多萬 然後道路的改善工程 花了經費一億一千八百多萬 所以我是 加持 富的 比較發展的 我們也加持 根據他的條件 像你說的去 總圖書館 去美術館 那麼不一樣的區域 我也給他加持 根據他的需要 我解決他的問題 根據他的特色 我協助他發展 慢慢慢慢慢慢 才有辦法調整起來 進步的地方 自然而然 他會有 溢出的效果 叫做溢出效應 會溢到 相對來講比較 好 進步還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我們的邏輯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知道要溢出 要溢出 要溢出 那一定是一段時間 很 我相信我去進化 大家對林議員 對他們的關心都很惡努 不過 他們的市民 我們新華區的鄉親 也有感知說 這幾年來市政府 真的是非常關心進化 包括大來 包括山上頂 非常簡單 市長 我說 我本來是 他們才要給你回應 你就先說 其實 站在你的管道 未來幾月 我是希望說 你這到2000 2018年 在這段時間 可能我們新的市政府 也沒辦法來起床 但是你應該是沒有選票壓力 是不是站在你的管道 趕快來幾月 來幾月 新的市政中心 看是什麼地方 我相信 後一次 後一次 心靈的市長 他可能都有連人要壓力 一拖二拖三拖 其實安平 其實也是一個好地方 台灣文化的起點 市政府還在這裡 屬性也很好 但我說 我們這裡 安平這個地方 我實在是比較偏難 比較偏西難 你如果想新娘 當山北河要過 都要點多少錢 屬性有得更多 如果我們的市政中心 會找一個 實際的地方 什麼地方 我們相信 我們的專家 就是賓國 那有很多原因 希望說 在市長 你的臨機機 可以趕快來頂岩 找一個地方 讓我們整個好 來打造一個 不一樣 不一樣的 那個 新的市政中心 本事實是 給你建議一下 其實 新的市政中心 也不一定要去那裡 很大 很安全 未來是科技的世界 科技的世界 有可能在家 上網 像電腦 就可以來廁工 就可以來辦公 不一定要很大 不一定要很大 世界每一天的進步 每一天的進步 未來科技要怎麼 我們也不知道 但我說 未來越高 在你的臨機機 市長 在你的臨機機 你的整個當中 跟結合 跟立法 跟結合到 我們文化的建局 我們新的市政中心 我相信 這對未來 我們大台安市 的發電 非常重要 雖然 一個新的市政中心 可能說 要很充分 要帶動一個 所在的發電 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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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嘉義官 像他們的市政中心 怎麼是破除那 我知道在那附近 譬如說 雖起了 就是有發動機 來帶動這個所在的發電 這也是群聚 慢慢的劍慢慢的劍 但是我是希望 市長 在你的 市長的臨機來 你未來 我們說的 三年 三年 兩年 最多你可以做八年 做八年 在你的臨機來 想不想辦法 把這新的市政中心 推給我出來 市長還有發動 是 那位給林議員 說明一下 你剛才說 這是科技的世界 其實在電柱網路 就可以解決 恰功的問題 所以想 新的市政中心 放在偏南的安平 或是偏北的新營 其實都沒有影響 為什麼我們要去 規劃一個新的市政中心呢 它本身目的 不在於解決 恰功的問題 而是在於解決 我們希望用新市政中心 帶動台南的整體的均衡發展 目前呢 是朝向開放政府的方式在運作 我林議員的關心 我非常認同 我不應該把這個事情 交給下一任的市長 因為他可能會有壓力 所以前面四年恐怕又沒有辦法做 可能又會耽誤了四年 我會任內 運用一個程序 朝向任內就有辦法解決 這個地址的這個方式來進行 那是一定是朝開放政府 我在這裡跟林志聰議員 還有陳怡貞議員 還有我們議會議員報告 這個地點在哪裡 不是我賴清德來決定 我會用一套程序 讓市民公開參與 來做最後的決定 市長的理念 我是志祺 希望你喝起來 來決定這個地方 後來喝去幾月 或是安全 種種啊 市政是延續性的啦 要不要後一回 你說的 後一回 本身我也覺得 可能後一回 新的市長 他也沒辦法去決定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這回 我們要做得好 後一回去幾月也可以啦 要延續性的啦 要繼續跟市長鼓勵 希望說 未來可以更上一層樓 在這裡我要請教 水利局長 我的記憶 過期啦 你應該是做我們熟飯地 時代的水利 那段處長嘛 是 那段時候 對到我們生化啦 這個水 你有什麼看法嗎 這個水啦 是 那生化這個水災 這個玩音 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火頭駕 一個就是衛生一號牌 所以我們針對這兩條 主要的這個水事 就是說 火頭駕的部分 我們照我們的幾位 就是說 幾位要尊重 提防要定用 用得要先精修 另外就是 這個衛生一號牌 因為它上面有更高的地方 高地 所以我們採高地地分離 所以有做一個外環道 外環道的節流 這個部分差不多都已經要完成了 局長我知道啦 我跟你說 你在熟飯地管中的時代 是 你做水利處長嘛 那人是處長喔 對對對 那人我不是做民意代表啦 但是我那人做 生活頂部的主委啦 其實我感覺啦 在丹東山管中的時代 對著生懷的地區 完全都沒有處理到 在熟飯地管中的時代 他們是去共去共而已 也沒有什麼處理到 我說的這個火頭駕的經濟 或是我們熱市長之後 到開始有的東西 我憑良心說啦 你做處長的時候 這個火頭駕 應該是 沒有什麼處理 萬人說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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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整個火頭駕 都沒有處理到啦 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 所謂的 所謂的觀眾是 自動獲牌 你知道地區 所有這麼多的 都放在獲牌 他不知道我們火頭駕 其實是影響到 我們生活啦 大部分 差不多五分之三 會 陰水不陰水 會主要的 一條河川 他完全沒有注意 其實 所謂的觀眾 我會很支持啦 他都說我們生活的害怕 但是這個地區的保温 他單純在我們生活做到不久 平常先說 但是他一直把那些 做得有夠啦 他就像你做處長 應該會很清楚啦 我報告一下 主要是說 那時候水理書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先完成 那個整體的規劃 所以我們是 從頭到尾先完成 那後頭可以整體的規劃 啊對 我知道所以 你別別人的情緒 那時候我看報告 馬刀 就情緒一條 加你就情緒一條 我們生活那時候 你做處長的時代 連半條都沒有 連半條都沒有 我今天叫你自己問 那過去就過去 我是希望你不情 做我們 大丹安市的水理局長 我們生活的地區 你要繼續關心下去 你怎麼叫做風風呢 不是我們那個情 我們旅局長 所拍的基礎 不然就這樣一步一步 兩三天前 我在中華立報都看到 說我們生活不營水 很好 但是希望你 做得更用心的 有營電熱 我就帶你來看看 幫我聯絡一下 我帶你來看看 因為我像我們大來 大來的鹽水 屬於是因為 整個十文卡 十文卡 我們說的 做大水做太大的時候 預留出來還是安全 這不是我們 有辦法大安市可以處理的 但是生活的鹽水 是我們大安市政府的 進入的 我們沒辦法送中央器 這是平良心說的 你如果大來做水災 都知道 那個 經濟部 那些十文卡 水太大 水口 放水 有就沒有 有辦法做 我們大來的 這些鄉親 有辦法 生活是沒辦法去 過程中央器 那是我們所有 大安市 市長的 團隊都在那邊喝水 有機 有機 有機一機 便大安市就有 我們生活 在母園 在母園 那種地方 跟地外 要去五家是那裡 每次 SNG車就去那裡 那十點就好 差不多十點半就去 等於那裡 我們要搶修的畫面 我是希望 希望 你希望 以後 就做得到好 看我們來改改這個地方 如果會有機會 我是覺得 住在那裡最好是前春 跟我的醫療勇育來改改 改用心的 也完全好 好 局長 謝謝 請坐 教育局長 我 一天六日 幫你請教一下 其實在我們 應該是這處 也不這順 都有這順 沒有 去年 去年 我們教育教育的 會有勝 有勝就一場 過去 我們平安地區 那個沒有 我學運的 過去我們那個 平安地區 這個學校 要裁兵 誰 在做館長的時候 有說 要補助 補助 補助 小車 還是那個 交通車 要處理 要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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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補助 要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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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啦 靠到什麼 比率都漸到高 住在我們平安所在 要靠到代代的生態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教育的不平等 你說的齁 我一直說是說 如果我幫你採銷 剩下一個學生小孩 我們也有義務 也有義務 要載到高 要載到高 那其實當時 所犯地管中 對到我們地方的承諾 對到我們地方的承諾 如果你說的有公車 可以坐公車 公車我們就繼續 維持我們的交通車 像一、兩、三個 跟我們補貼交通費這樣 如果補貼交通費我就沒辦法了 你補貼我一個月 一千塊五百塊八百塊的交通費 但是我們也沒有那個領域 可以來處理我小朋友 教學的交通用水要怎樣 要不接受 局長 他做這部分 我們已經有得好好開火過了 你得好好開火 到那裡的家長開火到 是 我們請好好先去家長做一個交通和協調 看有什麼困難 如果有困難 如果有困難 大哥來跟我們說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還會繼續來追蹤 局長就困難重點 也不困難 要跟我說 對啊 很多東西 那個層面 我們的政策要處理 我們盡量處理 跟幼民的 跟幼民的 處理完環的 不能讓 住在山區 以前很可憐 他有領域 他有錢 他也不需要住在山區 他也是要住在市區 更方便的地方 近年就住在那裡的時候 代表他修理也好 環境絕對都不好 他就住在山區 我剛才有說過 我們的林口所一直減少 你不能因為就學的東西 要把林口所一直延遲 對著我們的發展 實在 有時候 你也是做一個敲鱼機長 你要担任 一些的部分 你知道嗎 一些的質疑 是 我本身是希望 你要好好修課一下 這樣 有我們會在整體的來評估 討論這樣子 謝謝議員 好啦好啦 請坐 我要來 農業局長 市長 其實我們一時都會關心 那度應該看得到 差不多是我們 國菜市長 預定制 預定的 項目第一 多幾個好 跟議員報告 但我們看 我沒有進度 你剛才說多幾個好 我現在跟議員報告 現在現主席 是我們這個土地的部分 那個開發的界階 已經上都發局 6月6號要審查 6月6號 對 6月6號要審查 審查過 我們這個開發的 這個階段就結束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那個徵收計畫 徵收計畫 徵收計畫 這首先都有跟台藤一面 這麼說過了 所以 所以這部分應當速度會很快 所以下半年的這個事情 就是把徵收計畫做完 另外那個經費的部分 我們要申請中央 大概是三億 總共是六億 我們負擔二分之一 這個價位 就是 也送到中央 來 匡列這個預算 國華會大概他 應該下半年 他說到五月三十 以前 我們岸都已經送去 岸都已經送去到鄉 他會擺那個時間內心 市長有信心嗎 中央的補助會 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沒問題 應該新政府上來以後 對這樣的案子 非常應該會非常重視 你有信心嗎 中央的補助 我知道那條有算 我有信到 我知道 我有信到 市長也非常重視 特別說 我們奇怪 他們都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有啦 都有動作 而且進度都符合 進度都符合 在市長的任期間 有辦法完成嗎 不可以去那邊看 現在就是這樣 有八厚 因為現在就是說 我們今年 跟年代以前 下半年就徵收 徵收馬上設計 還有建築 我們本地是分配 就是說分配預算 本地是說三年 我們後來 我們考慮的結果 也問過建築的 相關的單位 他說如果更快 應該可以在 107年的完成 好的完成 局長 我本身是覺得 這種 我新華國菜市長 要先 全年的所在 這個進度 有加萬段 他兩年前 你跟我說的是 近年多 就開始要來興建了 一百六千年的時候 可以來完工 但是這樣都不確定 要繼續 做到 做到 中央的 補助的 支持 現在就是 因為中央這邊 連續的預算 沒辦法 支援這麼龐大的 一個經費 我知道 所以要去 要去國發會 那裡 去審査 看你預算 這樣 我說 我是希望 本市是希望 這個進度 沒關係 好 我們一定 會叫 來 幫忙這個時間 對啦 時間 因為這個 對著我們生活 未來 影響 發電也很重要 對啦 這個開關 在火頭比的附近 也會讓 來帶動我們山區 跟火頭比那邊發電 因為 火頭比也是一個 火頭比 在上面 是一個 我們來配合 來發電 這個火頭比 它做 那個福金 周圍 未來 怎能感到 Schuld 不這樣 因為這個 說起來 是說 這一個 一個問題 因為 雎菜市場 在市區 那個處 那的地方 交通 是很紛衍的 我 剛才 都接著 每一天在討論多久 多久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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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不穿 因為要電動車 可能空汙的東西會比較少 但照片也很嚴重 車輛也有很多 希望可以趕快 好 感謝議員的支持 謝謝 來的公務局長 後一張公務局長 書局長 其實我們生活 我已經講到五年了 我第一年 我這順時 我就講到我們生活 起到大圓的生圓球 看是要怎麼樣 這個球 它的看到 差不多六米外 紅粉的高雄 這條球一定四十幾年 我常常希望紅粉的高雄 第一次 在明國一百年 我這順九將市 我們曾經 部局長 將市 我們的府市長 所要處理 處理 盡量 政府 軍事 中央的五省 配合我們市政會的五省 看我們把這條球 稍微討論一下 六米外 市長,你過去也叫我們台南管政府幹部局長、處長 對著這條橋,屬實這條橋說大,應該也是不太大,說寫也不會寫 那是我們生活區,要去到英工區,其中的一條橋也很重要 我們倫座上這裡,要去到台市那裡的那條橋 其實如果兩台車,尤其是兩台大位的車,對著我們騎機車的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危險 這條橋應該跟那個西港大橋,差不多作為時代來建的 西港大橋也有這麼大,我們的油圓就不像這樣 沒有公平的就是因為,英工那部份,英工那部份,說因為油圓是嫁回來 那條道路就十米了 我們生活這邊的路上的部落就沒有了 所以就靠在那裡,說到底這條橋,意思是說,吳局長,我們請吳局長說,突然這條橋有什麼效果嗎 但是我站在我們地方,這條橋對著我們生活的人很重要 可能對著英工人完全不重要 因為英工人可能很少來到我們生活 我們生活的人,如果要進去市場,要吃頭路,要頂班,要拔梯,要拔梯,要空氣 都要走那條橋過了 但是英工不用啊,去回來都我們生活的人要走 這不可以輸磕到英工這方面,要輸磕到我們生活這方面 我就有一個例子,像以前大梯橋,大梯橋是大梯人的橋,叫大梯橋,是有適合的 但是大梯橋要不用,正正是給做百四橋橋,百四橋就是山上了 山上要去大梯,但是處理的都大梯人的處理,當然要叫大梯橋嘛 要叫大梯橋,這條大梯都是我們生活人的處理,但是叫生活人叫 不是說英工和生活,沒有錯,我們是流動性的 但是大梯都是我們生活人的處理 要站在我們生活人的觀點,來看這條道路 已經四十幾年了,四十幾年了都沒有處理 是不是在我們工部門的有什麼資料,有辦法來支持他 我們不是要站在上面做,是要加看看,不然一邊也要加大一米 米盤,要站在樓盤也要安全一下 處理講這樣,有辦法來做嗎? 一定說五十幾年了啦,說五十幾年了啦 報告林議員,這個新鑾橋這條路是穩穿重要的路 對,還要站在樓盤,要立那個岸而已,叫的跨都立那個岸而已 他的跨都雖然是秀,不過我們請這個國民公司去檢測 第一,他的安全性要夠,就是說他不是圍橋啦 第二,比較重要的就是說,他這個官都要配合我們這個地理的計劃 就是這個壓檢水客,他的官都不用提高 所以,特寬是一個辦法沒有錯 我說特寬,我不是要把那個國民公司去檢測的 過去我是希望說,國民公司去檢測的改用 你們就一直檢測說,這就抗用 種種有的沒有的,我們檢測客的地理 這種叫都可以輸用,沒關係,不然我們要特寬一下 特寬開的錢也比較少 如果說比較簡單的,看是怎麼可以讓資金有的沒有的 可以來處理,開的那也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那就還沒有那個,據理所公共的,就讓人來處理了 這樣可以嗎?最快就這樣 這個,當初我們是要做過的幾月,就說幾條一拍空散 這就做過的幾月,但是他的經費相當多 大概差不多七億 這個計劃的部分 多少錢喔?七億 七億 我說這個樓啦,包括樓 沒有啦,我是先說樓啦 樓我們越過,我們要兩億元啦 所以這個經費相當大 不用啦,不用兩億元啦 局長,你了解好,近前去年的時候 又去年,我又去看,又當地的理想 包括你們裡面,這些技術 去看,說這樣喔,你的資金還要做 說開,如果是錢盤,是有錢盤,我就來處理了 你說的兩億元,兩億元是要公開上面做的 做新的 當初在這裡兩億元 其實我也做建設的啦 我也是可以做的,我不是建設的 我可以做的,我對那我也很內行 你說如果要資金,要做有的 不,不用花兩億元啦 你如果兩億元,你叫我來做 對不對? 因為當初過了就說,六米,那幾月其實是十五米 對,你說十五米 十五米,全款做起來,那間是相當大 你也說要全款九米 沒有啦,那時候你們裡面其實說,像米盤 米盤,米盤,這樣就九米 那是暫時的啦 那算什麼暫時的 但我們這條四桌的幾月 如果你們現在不要做,我們就知道 四桌的幾月是十五,因為幾月還是比較英修性 我們不要說先討論一塊一塊,不然還要討論 因為我們這幾月可以整條路 這個一百公司做十五米 現在是差不多六七 十五米,但是他們空島是幾月是十米而已 十幾米而已 你那時候要做十五米喔 當初幾月,他們這是幾多 有一點重要的就是幾月是十五米的 所以我們的幾月是六米,但如果討論十五米 要討論九米,所以兩億五十 我現在經過國分公司就去算 出來的經驗 我們整條改善,是差不多要出力 當初因為以前我們在生日後的計劃 我們也在採取中央公共犯案補助 一直這條路 因為經緣優犯 所以它要分配,沒有分配的 我們也繼續來採取 有一個辦法 我們可以來做的 可以來做的 不是太少而已 可以做的東西 是要討論還是要採取 因為我記得這三年前還是兩年前 我沒有叫台灣生日後 就扮演說那條 這些道路要討論 說到將來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就叫李長方桑 就叫... 那時候就是幾月有做過這個稅民費 那幾月那時候是十五米的 這個費 因為它是哪一條重要的道路 你說的全埔七億多 是我們生日後 去到... 對... 去到... 去到那裡 是全埔是這樣啦 哪一段就是很好啦 我們叫... 我們進來美... 你只看... 你說美半三... 九米還沒有什麼 因為十五米是未來的 我們叫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當初就是用十五米去過 這樣要兩億五千萬 啊... 你家中間蒸出五百 不然那條有辦法用你賣啦 我們盡量來蒸出 盡量來蒸出 盡量來蒸出 是... 不行嘛 都說盡量 盡量要用心啦 不然一定說我 我一定說五百萬 我講到真的 我也去他了 你知道嗎 不過說 說我們台灣民意代表 都沒有在關心 地方的建設 這屬性真正 六米我啦 我們台南公車 開過這樣 燒三星 我們騎歐巴巴 騎腳踏車 是什麼 哇 避陷耶 真的非常避陷 局長有時間 我帶他來看的 你早要來找我 我就知道 只是我長肥甘五六條 我也太不容易了 有機會聯絡一下 我帶他來看一下 這樣 麻煩一下 好 謝謝 來請我們陳怡甄 謝謝 接下來我要探討的是 這個校園安全的這個問題 我想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想 去年在這個小女孩 割童事件之後 其實我們 起見戶最關的部分 其實都有 對這個校園安全 做一些努力 那我想在官網上面 也看到了一些相關的一些 一些措施 當時校園安全 小女孩 割喉事件之後 引發之後 有一些措施 那 這個部分 我想 跨局勢都有 我們各國學 各國學有在做的 請牙手 有教育局跟我們的警察局啦 其他的局勢呢 我們社會局要不要 針對一些有治安疑慮的人來跟 一些狀況 其實應該要來協助我們相關單位做一個通報 我想這個應該社會局其實也要注意一些相關的狀況啦 那 包括我們教育局 警察局其實都持續在做 那我來請問一下局長 我在你的官網上面 也看到了 我這次在你的那個業務報告裡面 其實要來找一下說 關於校園安全 我們最近做的一些努力 那 其實 很可惜 這次的 這次的業務報告裡面其實沒有看到 那 我在你的官網上面看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措施 局長 我們目前針對這個校園安全 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是 謝謝議員 一直對這個議題呢 非常的關心 那 其實我們除了就是您 剛剛說我們跟警察局這邊 其實我們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就是從去年這個文化國小的那個事件之後 其實我們就跟警察局密切的合作 那目前我們如果是 就是說從我們自己公部門這邊來處理的 就是像警察局他有協助做加強的這個校園巡邏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要求 各個學校就是說 在校園的這個門禁管制 以及 進到學校之後 這個 學校內部的安全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讓大家 就是師生都要有警覺性 尤其是 如果有看到 陌生人 對陌生人進去的話 這個一定要 馬上做這個通報跟聯繫 那另外 那誠如剛才您所說的 我們最近也有發現 就是有學生 他家長也知道 就是說他認為他在上下學過程當中 可能校園附近有人 可能跟這個學生呢 會有搭訕等等的行為 那我們也找出這個特定的人 那我們也告知了衛生局 然後也請社會局這邊呢 要協助 這就是我們公部門之間的聯繫 因為這個人 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需要用其他的方式 來加以的就是協助他 那另外在一般的這個 所謂的人力的 就是民間人力的這個部分呢 學校裡面其實就是有 非常熱心的志工 志工團他們來協助 另外就是我們這個個禮的這個里長 其實他們在社區巡守隊這個部分呢 他們也給我們非常大力的協助 甚至呢 我也知道有一些地區的這個巡守隊呢 他們是早上 可能六七點鐘 傍晚以後甚至到晚上 八九點 他們知道有些學校有晚自習的 他們都會主動呢 來做這個加強這個巡邏 對 那另外我們學校呢 也跟附近的這個商家呢 來建立這個愛心商店 也就是說 讓孩子在上下學的過程當中 都一定 讓社區的民眾也可以來 關懷 互相幫忙 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加強對學生 這個安全教育的宣導 也就是說 讓孩子有解決性 對同學呢 他彼此之間 上下學應該要結伴而行 如果父母親接送大概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自己上下學的 應該要結伴而行 那碰到陌生人要跟這個附近的商家呢 來求救 那另外就是如果在校園裡面 看到陌生人一定要通報老師之外呢 如果說去上洗手間等等的 應該也要結伴 那我們這一次呢 今年我們有兩項重點的這個經費 其實也跟校園安全非常的關鍵 我就是要問局長說 那我們校園安全投入了什麼經費 是是是 這個要跟議員報告 就是這個部分呢 也是市長呢 非常支持我們 而且呢 要求我們一定要做到的 一個呢 是我們今年呢 有兩億的廁所整修的經費 那透過這個老舊廁所的整修 我們要加強裡面的 緊急這個急救 急救零的這個設置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讓它的空間更寬敞明亮 不會讓人躲在裡面 有這樣的危險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呢 我們在學校的這個監視系統 甚至我們現在呢 有部分學校也提出了 像這個電子圍牆的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市預算呢 就編列了2900多萬 另外呢 我們呢 也去爭取國教署 1600多萬的這個經費的補助 也就是要汰換那些老舊 或者是說之前有一些地方 沒有辦法裝到這個監視系統的這個部分 謝謝局長 那我剛才局長有提到 那什麼是電子圍籬 電子圍籬的部分 它有比較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可能大家會覺得電子圍籬 像台北市講的 那個造價呢 就非常非常的高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有不同的系統 有的是那個點 用點的方式來設置 有的是用整面的這個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所以台南的校園安全 需要這個電子圍籬嗎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先找學校來試辦 尤其是 可能它在附近周遭有特殊狀況的 比較複雜的 對對對 我們有評估出幾所學校 比方說外人進入校園的 這個比例比較高的 高的 或者是說在它學校的附近 有這個特殊狀況的人 就是學區或者是這張環境 比較複雜的 其實應該考慮來設置 是 那局長 你剛才說我們台南市 今年又預計多少經費 來做電子圍籬 我們是說整個就是 校園安全的防護的經費 是2900多萬 那我們現在評估出有幾個學校 我們讓他先試辦 試辦 因為之前不好意思 從去年開始 104年的時候 其實教育部國教署 就已經有這個 針對校園安全的計畫 那其實像台中高雄 也都有學校獲得補助 在進行這個試辦的 那今年國教署其實擴大 他讓大概全台灣 大家我們這些有需求的學校 都可以去做申請的動作 那在105年 1月22號他就韓文各政府 要檢視這個校園安全設施的狀況 4月21號完全審查作業 要依照這個規定來合播經費 那總共以直轄市來說 教育部補助台北市等5個直轄市 378個學校要完成設置 經費1億元 我想請問局長 台南市獲得補助的計畫是什麼 跟議員報告 就是這個計畫 就是我剛才報告說 我們積極爭取的那個部分 那本來國教署 他核定給我們經費是1200多萬 但是我們實際上報出去的金額 是超過1200多萬 所以他後來 就是4月21號這個審查 作業完成之後 他核定給我們是1600多萬的經費 他是按照學生數來配置相關的經費 你們提報上去的經費是申請什麼 都有 確定都有 就是以監視系統 然後也有少數的學校有提出要做電子圍牆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詢問了中央也詢問了地方 我們市政府這邊 其實我們提出的計畫就是針對 主要針對監視器的部分 那以電子圍牆的部分 我們這是跟教育部確定過的 在六都裡面 台南市唯一沒有送任何關於電子圍牆的計畫 是六都唯一掛鈴 議員這個我回去再查證一下 因為我印象中 已經我們查證在查證 然後包括跟請教育部那邊再確認 我們想知道說是教育部不給錢 還是台南市政府沒有申請 結果後來跟教育部那邊確認之後 確定台南市沒有送任何的計畫 那另外他們也有在詢問 再做一個加強的詢問說 台南市有沒有需要提報這個電子圍牆的計畫 結果我們台南市跟他表示是說目前還不需要 所以我們在得到這個資料的時候就覺得很驚訝 那剛才聽到局長回答又更驚訝 其實原來我們覺得我們是需要的 那我們怎麼會讓中央有錢 財政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中央有錢讓我們可以去申請 結果我們居然疏漏了 居然沒有做出任何申請的動作 然後在六都裡面大家都有 感覺台南沒有 不論是104年失敗沒有 在105年也沒有 那目前台南市也沒有任何一所學校有電子圍牆 我想不管在其他幾都齁 其實大家在104年沒有中央補助的時候 除了自辦 其實光是自辦就有非常多的學校去自辦 那今年還是有很多學校在自辦 結果台南市這兩年都完全沒有關於電子圍牆的 這樣子的設置 因為我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計畫在送出去之前 我印象中 我是有跟就是說 因為它的校數非常的多 那我有問過我們同仁 他是跟我說應該是有一兩所的申請電子圍裡 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呢 我剛才有講說 我們有評估幾個學校有特殊狀況的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這個校名我就不要說 因為它牽涉到可能附近環境的人 我們也確實已經核定的補助 要做這個電子圍裡的部分 那我會把這個名單呢 私底下呢 我也送給您參考 我想 我這邊關心的是其實好不容易中央有錢讓我們來做 那為什麼台南是不做 就是覺得面對這個校園安全 我們居然是這麼的被動 就覺得很可惜 就在中央有經費給我們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不去積極的做一些申請 那為什麼其他人都有申請 我們沒有申請 那包括像彰化 我們可以看到像彰化啊 他像他今年就投入6000萬 要打造82個學校的安全 電子圍裡 我們有補助卻疏漏了沒有申請 這個根本是面對校園安全的不作為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可憐 彰化這個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國教署的這個經費 就是自行投入 所以我在跟局長說 人家沒有錢 人家也是自己找錢 中央沒有補助 自己找錢來做 那我們這邊中央有相關的補助可以申請 我們怎麼連申請都沒有申請 一再的跟我們跟教愛部那邊確認 確實台南是沒有送出任何申請來 這個我一定會在查明 所以這個部分很可惜 一定要有需要中央有經費 我們就應該極力的去爭取 那當然所以我們申請的額度 才會多過於中央核定給我們的額度 但是你針對你申請的部分 跟現在你說我們也需要電子圍裡 但是為什麼沒有針對電子圍裡去做一個申請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可能在作業上 還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去檢討的部分 監視系統絕對需要 電子圍裡也需要 我們都應該去申請 那只要我們有需要 教育部國教署那邊 他說不定除了給監視器外 他也會給我們電子圍裡的經費 這樣不是對我們校園安全更有幫助嗎 第一個就是說 他之前來的公文是沒有含電子圍裡的 那後來呢 局長 其他的人都知道有電子圍裡 其他幾個聲音都知道 但我們不知道 這說得過去嗎 因為這個我會在查明之後 把相關的資料給您 所以局長 絕對我們作業有疏漏 我剛才是以為說 是我們台南市很特別 可能不需要來跟您請教 結果原來台南市是需要的 那居然兩個年度都沒有做任何的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用示範的方式先來做 因為之前也有媒體露出說 電子圍裡他在發報的時候 他的錯誤率很高 當然 那當然這個就是後續要怎麼去做 讓他 但是大家的目的 都是為了讓這個校園更加安全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在這邊跟局長做討論 是期待說 我們不要要注意一下相關 中央有補助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去積極的申請 我們自己製辦要花自己的錢 那中央有一些協助 有一些經費我們去申請 那這樣子再加上我們自己的經費 我們可以讓更多的學校 有這麼安全的 有比較安全的措施 我們也是讓孩子更加安全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局長 回去好好檢討一下 那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之前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手上這個 局長我手上這個手板 就是那個 進捐基金會調查的 他們說可能一些民間的補習業者 或者是課後照顧 他們在交通車方面的安全性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無論是購置 或者是租人車輛 都需要跟縣市政府合備 可是根據教育部統計的數字 全台灣這個立案的安清班 補習班有1萬9千多間 但是只有406輛 合備的學生交通車 那對照這個基金會 他問卷呈現出來說 其實有66萬血統 有18 其中18%都是在搭這些交通車 我們就很擔心說 孩子搭的是什麼樣的車輛 局長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有 那看完這個新聞之後 你有什麼做法嗎 跟議員報告 就是其實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我就有請我們社教科 因為這個補習班 跟課後照顧中心 就是所謂的安清班 由我們社教科那邊負責 那我們現在立案的補習班 是有1500多家 台南市 課後照顧中心有28家 那其實大部分的 就誠如這個報導上面所解的 就是說大部分的這個補習班 或是安清班 他們其實擁有車輛的 數量是很低的 很低的 對 總共是幾台 我們剛才說大概1000多家 加起來是有幾台合備的 我們這邊實際上的這個數量只有 就是那個28個課後照顧中心的這一塊 我們有就是二十幾 二十來輛 我記得好像課照中心是有 有六輛 局長28間有六輛 對有六輛 一千多家有 三十一輛 三十一輛 總共台南市有三十七輛 河背的這些交通車 是 其實這個數量跟 跟補習班跟安清班加起來總數 其實是非常大的落差 那我在請問局長 我們台南市有 我們社教科有幾個承辦人 在處理這個業務 其實我們主要負責補習班業務的是 一位同仁 那另外有一位就是說 業務量比較重的時候 我們請他協辦這樣子 所以可能大概一個半的這個工作人員 在處理這個事情 他怎麼去監督這個1000多家的業者 他們相關的交通車是不是安全 我想這個人力上當然對這個承辦人來講 也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我們其實應該去增加一些相關的人力 來輔導這些業者 我想不是說要針對業者 你要去罰他或怎麼樣 是去輔導他們 如果有相關的這些車輛 那怎麼樣讓他更安全 讓孩子可以搭得更加安心 我想這是我們的期待 是這個謝謝議員對這方面的關心 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就是我們對於這些補習班 或是安親班 他們車輛的查核其實也配合我們監理站 監理所一起來做 尤其是他如果是有在監理站這邊登記有案的 那這個查核起來是比較容易的 他如果是登記在私人的 這個部分真的是比較困難這樣子 但是我們去做聯合機查的時候 就是我們每年都會針對我們的這個補習業者 進行定期的機查 或者是不定期的這個查訪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注意這個狀況 是 我想還是 教育局這邊還是要輔導這些業者 盡量讓這些車輛安全合法 我想我們不希望有任何的看事在發生 那也透過這樣子的新聞 這樣的調查這樣的新聞 來提醒我們也提醒我們教育局 我想他提醒的全國 也是要提醒我們台南市 就是孩子的這些交通車 這些交通安全非常重要 也請局長這邊再多加努力 好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 請局長 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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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也好 买什麼旅行也好 都坐一張車 我們台灣不是啦 是 另外再自己做 我知道啦 這不是你領域 我就做的啦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去校外教學 那車一定要五年來 所以一般的高通車是10年啦 上下課 他還是說這種像保持班 安親班 幼兒園 他是規定10年來的車 如果說要去做遊覽車 出去做校外教學 這就是五年來的車 是 好啦 我知道這不是你領域 我就去處理的啦 謝謝 謝謝議員 我們盡量鼓勵 尤其那些小朋友 那些幼兒園 那些高通車 特別要注意一下啦 希望這樣 局長 好 謝謝 接下來要探討的是 不久前其實我接到了一個民眾的陳情 他好不容易接到這個居家照顧 申請到這個居家照顧服務員 大概一個禮拜兩天來 處理幫他的事大人來生生區 但是沒有多久這個居服員他退休了 結果就停下來了 照管中心 很難找到再轉接另外一個來接手的這個居服員 局長這個狀況常見嗎 遲遲 我現在是不知道這個個案 他的時間是多久 但是的確這個照居服員的人力 是一個問題 對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賠力的部分 訓練的課程的部分 一直在加更多的訓練課程 那希望因為居服員的留任 也是長照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譬如說訓練了6000人 可能只有600人會留下來 那這個穩定度 還有他們的一個人力的這個配置 的確是一個困境 以我們台南 目前大概有多少長者是通過這個申請 我們現在居服的部分我們也有4000多位 4000多位申請 那目前我們有多少任職的人數 707位 707位 所以其實每一個長者 他其實分到的時數也相對有限 時數的部分 也是在這個地方也藉這個機會 謝謝議員 我們分享一下就是說我們目前中央的規劃 25小時50小時跟90小時 就是輕中重度 那我們在殘兆2.0 我們也期待呼籲中央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加碼就是說 變成50小時 100小時跟200小時 時數上加碼 對 上大概是兩倍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這個都需要相關的費用補助 因為我們給這一些長輩 那不管他是自費 自費也是出三成 那七成也是政府的經費來支出 那如果低收入戶是完全免費 那中低收就是九成是政府出 然後一成是他們自費 那但是這一些時數要加嘛 人力就一定要加 增加 所以大概兩個最大的一個是這個時數的增加 就是說因為這一些長輩他們事實上25小時50小時跟90小時 一定是不太夠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長輩 所以他需要請這個外籍移工來做看護 來家裡做看護 因為家裡做看護 既省錢然後又24小時 那我們就是政府的中央政府規劃的就是長照的 過去長照的這樣的規劃就是時間上事實上是比較短 像90小時重度的90小時他可能就是如果一天四個小時 也差不多22天就用完了 用完了也是不大夠 對所以這個部分這兩個議題是我們就是希望說長照2.0的部分 時數跟人力 對對能夠來做一個改變 像我們台南比如說他老人家通過申請的話 他其實多久可以有居服員可以前往照 我們應該是兩個禮拜內我們的照管專員 照管專員就一定要到家裡去訪視 那訪視完還要做評估 評估他是輕中重 那輕中重度才給他相關的時數 然後就安排居服員 那我想其實台灣現在邁入高齡化社會 台南其實更是每一年都是5%在成長 我們這些長輩 那其實需要被照顧的人越來越多 可是這個居服員的能力好像趕不上 趕不上這個照顧的速度 一個是訓練的課程的部分 一個就是如何讓他們留任 他們的留任率提高他們去就業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表格裡面 其實台南是這個培訓人數我是從 跟中央要的是從102年到104年 其實就培訓了2587位這個居服員 在六都裡面我們算培訓的第四名 這個人數是第四名 可是這個任職人數占取得人數的比率 我們只有兩層 在這個數字估算起來是兩層 那跟台中 台中是兩層一我們是兩層二 其實是一樣低 在六都裡面其實可以說 我們去認職的人數是最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台南會特別低 我想跟相關的一些輔導措施也有關係 譬如或者是一些福利措施 那譬如說今年台北市他們為了留任 那他們有獎金 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做法 我有看到 那他們今年 台北市去年他就將時薪 他就預計說今年要把時薪改成月薪 那時薪改月薪以外 因為他還考量到說 其實很多居服員因為沒有辦法晉升 他覺得永遠都在做居服員 要變成福導員很困難 所以台北市他創了一個晉升的管道 他設了一個指導員 讓他們除了月薪保障月薪 三萬塊以外 他們告訴他 你如果認真做繼續做 那你有可能會升成指導員 那你的薪水可能會變成三萬五 那確實今年他們也開始上路了 確實他們現在就再這麼做 除了中央補助以外 其他地方政府補充一點經費上去 讓這些居服員有更好的薪資 來增加他們的留任率 那我們的台南呢 我們在規劃中 就是說這個獎勵制度跟升遷制度的部分 我們也在規劃 規劃的方向是怎麼樣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變成月薪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就是針對一些優質的 那這個優質的還有他們的這個 超過一定時限一定時速的這個服務之後 那我們也在考慮這一個獎勵制度 對還有升遷制度 那月薪的部分 月薪的部分我們如果說中央這邊的經費可以挹注 我們會來努力來申請 那如果沒有我們也會在106年度來爭取看看是不是能夠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因為現在在規劃105年的這些居服員可以變成月薪制 而且也提供他們有相關的晉升管道 這也是我們的方向 跟台北市一樣這是我們的方向 那也期待106年可以來進行 那我想其實這個對這些居服員來講 我想這個絕對是需要給他們做點鼓勵跟誘因 那也要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 薪水很重要社會地位也很重要 讓他們覺得更有意願來擔任這個工作 對那也要加強還有一個就是也要加強這一些使用端 就是這一些長輩跟他的家人 要怎麼樣因為他們是直接到家裡去服務 那怎麼樣讓他們去服務的時候 居服員去服務 照服員服務的時候 這一些的服務端的民眾 能夠讓他們有這個好的感覺 對那就是說不要讓他們有這個被當作 幫庸的感覺 這個部分也要加強來宣導 這是雙向啦 就是實質提升他們的形象 提升他們的形象 然後給他們多一點更多的尊重 那當然也在薪水上給他們多一點點的幫忙 讓他們覺得做這個工作可以得到比較理想的薪水 然後未來可能還可以升遷 我想他才會願意來做這個工作 另外我也想到就是說我們 我也跟同仁建議就是說我們要加強年輕人開拓的這個部分 當然 因為現在大部分好像都集中在42到59歲 都年紀比較長 這人力的斷層 很多他做沒有多久他可能就面臨他退休了 還有就是說他們年紀太大有一些沐浴的工作 他沒辦法 能力上會比較有困難 所以怎麼樣提升年輕人來投入這個職場的醫院 這個也是我們應該去努力 尤其在六都裡面其實我們跟台中一樣 可以算是真的培訓完來擔任這個工作比例是最低的 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也需要我們社會局好好的去檢討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我想台北市有其他的做法 那當然剛才聽到局長說 我們可能預計106年也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去前進 這是我們的期待 也希望能夠落實 那但是也是要好好去檢討 當然希望鼓勵更多年輕人投入這個職場 然後也要實質的去提升他們的留任率 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 我想只有居服員他們願意長遠的固定的留任下來 其實這個長照工作才做得下去 不然提供再多的時速 沒有人可以提供服務其實也是空談 那我想後來我剛才提到那個案例 他其實後來就轉到了日間照顧中心去了 但是他現在去了一陣子他還是想要返家服務 所以他現在又透過我們照管中心在安排 那他期待6月可以返家服務 那也希望安排可以順利 那我們都期待說其實就是符合這些長者的需求 他如果想要去日間照顧他去日間照顧 他想要返家 那我們就提供他居服員的服務 其實這些共同做起來都是希望讓這些長照工作做得更好 讓長輩在老年生活有尊嚴 那也期待說我們市政府這邊有更好的做法 讓一切可以更加的長照工作更加順利 那也請局長多加油 謝謝局長 好的謝謝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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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替他先說一下 這樣 沒有啦 好 這樣 你跟交通局長也拜託會看 所以就不說 好 市長 其實應該未來你要追求大位 應該 其實我很關心未來 未來你的政治的路線 應該是差不多是總統差不多啦 在我記得我三四年前 我就鼓勵你出來選總統啦 你不算啦 不然小五年前五天前 就職就是你啦 未來我也是看好你啦 其實在你五年我 中國五年半 我們這些市場 在你的人家族 沒錯 有的見識 但是比較具象的 比較大型的見識 沒看到 我說也沒看到 以前 丹東山館長的時候 那時候 鄉鄉的民調這麼好 就是在我們 新法和新市那裡 建的第一倍 6萬塊的國債 鄉鄉 就說奇怪 放地上插槓的時候 有栽造 蓋一個6萬塊的國債 讓這裏 老公的國債 讓老公來大 大家都覺得 丹東山當館長 就做得不錯 那像是 收藍地館長啦 我跟我們過期台南館 收藍地館長 其實在我們生活 辦一個水域 在虎老公 辦一個水域 辦一天兩天之後 沒辦 重大的建設 到沒有辦法 但是 工業區 處理很多地方 工業區處理很多地方 我是希望說 台市長 你沒有壓力之下 沒有壓力之下 這兩年半 未來我們大台南市 要怎麼走 你都思考一下 包括我剛才說的 我們的行政中心 在你這次 這個地方 關了更加重 有一些更重大的 的建設 沒錯 在你 競選年 裡面的時候 你有很多情緒 有很多意見 要來推動 我們大台南市 我覺得 可以讓我們市民 感覺 這個新的市民 來的發展 這個經過 可以讓區域平衡一下 區域平衡一下 那一樣 我也要拜託 我們 捷父 市民 很重要 有 有 人 有 消費人 沒有人 我們地方 就一會 所以 有可能 你如果選擇 未來的行政中心 在差不多 我在哪裡 特別我都看 在差不多 10文卡上下 有 那附近 那到四中 到底有 沒有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擦 但是 希望 在我們市政府 會 幾月之下 大台南市 未來 在你的 沒有 你之下 緊張都好 讓你以後 要穩定 總統大會 我們會感到 大台南市 你這八年來的市場 我跟我們市場 讓你回應一下 好 謝謝林議員 的鼓勵 感謝兩位議員 對市場的便切 和支持 其實 其實 從我看來 丹東山館長也好 蘇潘地館長也好 其實 都很用心 有很打招 從過去 台南館的發電 都打下 很好的基礎 那 官司 學平之後 我如果在他們的基礎上 繼續發電 所以 我們的重點 除了 我剛才自己報告的 就是說 不是劫富濟貧 因為劫富濟貧 就是 相對來說 目前 發電比較進步 這個區 它會有剝奪感 這樣 不會合作 不會團結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濟 不一樣的區 他們的問題 我們來解決 不一樣的區 它的特性 我們來加持 雙方面都加持 這樣的話 才會進步 這樣才會進步 我們不要說 我們剛才已經探討過 這個抵墜 其實不是只有新法 我們全台南市 已經有10年的保護標準 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結論法公共運輸系統 這也完成了 這次已經賣入 轉運站的開設 昨天我早上去館廟 已經提高的轉運站了 那麼我們的先進運輸 也在規劃了 陸品專案 我看這也不用說 其實我要讓 我們議會可以了解 台南市市民可以了解 就是 我們只汙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我們過去四年 所做的 是頂於是過去二十年所做的 過去 管制合併前 我們台南市的家父接管率 是百分之十月 我們現在已經百分之二十三 市長 市長 你做的人看不到 這很重要 但是要看有的 包括美食管 包括中毒食管 這都 好 來給他們一分鐘做結尾 麻煩一張 都一文清 好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這看不到 但這對一個 都市發展 基礎建設很重要 很重要 看有的就是 美食管 我們這次已經在當天了 中毒食管 這也有了 已經焦標出去了 會展中心 這個經濟部已經核定了 所以我們的 中大建設 在我的人類 都可以來完成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你關心的市政中心 我剛好已經有刷民過了 我沒有在做好 但基本上就是 我希望要照顧 新的市政中心 來帶動 經濟大台南的兵營發展 不是要解決 單純的 效率的問題 因為你剛才說的嘛 科技的年代 電主法 就可以解決 效率的問題 感謝兩位議員的支持 好 謝謝 在這裡歡迎陳怡甄 陳議員 感謝我們所有的局長 對到我們所有的市政的付出 感謝所有的市民 對到我們市政的了解 到我們這次的總之選 給大家警察清楚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陳怡甄議員 林志聰議員 兩位議員的聯合質詢 也非常謝謝我們賴市長 我們市府李秘書長 各局處首長 也謝謝我們新聞媒體 各位小姐女士先生的財富 開訪及我們本會各位同仁的出席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